原神三个 开服老玩家都不知道的 阴间宝箱位置 一 最废朋友的宝箱 首先我们来到阳光滩右下的位置 再往右边看有一个小岛 这时候我们请出踏冰渡海真军 慢慢的滑过去 等上岸后你会发现 海岛中央竟然有个爱心 一看就是藏有箱子 但假如你是一个人玩的话 那么你无论如何都激活不了 因为它的解锁条件是 需要另一位玩家帮助才能解锁 一般很难想到 阴间指数三颗星 二 首先去到期藤兜岩左上的点 我们往上方标记可能号的位置去 阅读一下这里的文本 之后传送到绝缘副本的位置 来到标记位置的书庭 清理完小怪后阅读书本 然后我们再来到 见鬼左边的传送点 往身后的位置去 同样清理掉盗宝团的人 再阅读文本 最后就可以回到开始的位置 来到这里看着对面的小岛 去到上面后绕着石头跑一圈 经历9981呢 终于拿到了这个华丽宝箱了 但是流程非常复杂 真是连开服玩家都不知道 逆间指数五颗星 三 我们来到天球谷左边断崖的位置 一路走到这里 可以看到下方有两个压力板 这时候选出炎王和灵光 同时给两边压上 只要是召唤物就行 然后就能拿到一个珍贵宝箱 相比前两个还是良心不少 逆间指数两颗星 以上这些宝箱你都拿了几个呢 学会的话记得查点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